娛樂圈一圈 我沙菲寶和拍檔林峰 齊齊圈一圈 你想知的娛樂趣聞 早前韓國舉行第26屆春市電影節 這個電影節可能沒什麼人聽過 但是春市電影節 其實是為了紀念韓國電影節 電影先驅羅雲灰先生 而由1990年開始舉辦的頒獎典禮 在本土電影界有一定的地位 在今年電影節一出《勝利號》 不僅為宋仲基送上最佳男主角的獎座 還令導演趙承熙奪下最佳導演獎 成功擊出雙響炮 而在海內外獲獲了無數的全導演 憑借電影《龍子裡的野獸》 再添一個影后獎座 至於配角方面 最佳男配角獎由年輕演員 鶴正文拿走 資深演員裴忠玉 時隔多年再次發力 拿走今屆的最佳女配角 第26屆春市電影節已經月滿結束 不知明年又會是怎樣一場激戰呢? 韓國電影圈剛剛派完成績表 而本年度的廣告代言費收入最高藝人排名 也跟著出爐了 日前韓國一個綜藝節目 公佈了2021年 韓星廣告代言收入排行榜的頭八位 這份排行榜出現了好幾位很熟口面的當行演員 奧斯卡最佳女配角韻宇貞 以總計21億韓環的收入排第八 又唱得又演得的實力派曹正式 以77億進佔第四位 另一位亞洲男神樸聚進 錯擁14份廣告合約 收入98億韓環排名第三 不過估計不到的是 吸金天候全自然 今年的收入已經高達150億 才得到第二位 究竟超越廣告女王的 最強代言王是哪位? 原來是偶像天團BTS 據節目推測 他們今年的廣告收入 總計有大約650億韓環 多成四倍那麼多 真是真厲害 電影資料館和大家一起重溫經典 我是你們的導賞員MISSBOBO 90年代的日本影壇 有校園青春片、純愛片和浪漫喜劇片 相信大家都看過不少了 今天我們一於轉口味 看一出不同風格的作品 由北野舞自編自導自演的《花火》 在1997年一登場 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還榮獲第五十四屆威尼斯影展金絲獎 電影的劇情講述暴力刑警、西街徑 戰績標柄 但因為一次失誤 導致兩名同事一死一殘 他只好引咎辭職 全力照顧患上血癌的老婆 因為生活所迫 他向黑社會借貴利 為了還債, 搞得要打劫銀行 後來他將裝款分給貪婚的同事 和殉職同事的遺商之後 和老婆一起踏上不歸路 整齣戲, 男主角的台詞加起來 都不夠二十句 而女主角更加全程沒有說過話 對白小而精 畫面和配樂更加令這齣戲 風神的原因 裡面出現的畫作 全部都是由北野舞親自畫的 而由九石仰粗刀的原聲大碟 更加是經典當中的經典 但在九十年代 最令人觸目的 都是要數日本獨有的手繪動畫 那時候的漫畫、劇集、電影 可以說是進入了創作巔峰 而映然早世的動畫大師金敏 就在短暫的生命中 對夢境進行了一番探索 1997年由她首次撿到的《藍色恐懼》 就被譽為是心理經歷片最佳動畫例子 故事由女主角魅麻 離開所屬的偶像女子組合開始 她轉型成為演員之後 不僅不斷受到恐嚇威脅 還有人開了一個叫做 《魅麻的房間》的粉絲頁 詳細說她的行情和心情 時間久了 魅麻的內心不斷被折磨 拍完強暴藏氣和露點寫真之後 更加迷失自我 再加上她身邊的同事 開始離奇死亡 更加令她產生看到另一個自己的幻覺 究竟這一切是戲劇、妄想、夢境 還是現實呢? 答案就由你自己找出來了 90年代的日本電影 量大則優、類型豐富 令世界觀眾見識到不一樣的亞洲面貌 很多明星結婚的時候低調 不過要離婚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搞到滿城風雨 相信大家都像我一樣 第一時間想起她們兩個 Johnny Depp 和 Amber Heard 離婚之後被女方指控家暴 兩個人展開多年官司爭鬥 不過這麼多年來 等也等不到大結局 有個串流平台就忍不住了 他們打鐵趁熱 宣佈年底將會推出紀錄片 Johnny vs Amber 紀錄片將會分成兩集 詳細討論這對夫婦 由結婚感情破裂到鬧上法庭 互揭雙巴的全過程 還採訪了雙方的代表律師和朋友 其實這宗名人夫婦家暴風波充滿爭議 粉絲和大眾之間亦存在大分歧 所以製作團隊希望透過紀錄片 360度還原真相 究竟撐誰了? 看完就由你自己判斷了 拍照用太多美顏特效 會被人說是照片 片子的片 片圖的手法層出不窮 最近竟然還出現劇片 近期幾套內地劇集 就因為美顏淚鏡過重 收到連串的負評 民國言情劇 《一見傾心》中的男女主角 陳聲玉、張靜儀 在美顏和磨皮功效下 連五官都蒙茶茶,嚴重失真 而另一套古裝劇 《酷珠夫人》中 女主角楊密因為油光鏡 而被網友狂噴 說她的樣子像隔了一層霧 不過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背後原因和製片方 以及藝人都息息相關 專業後製人員透露 有很多藝人和片方 經常會提出各種奇妮的美顏要求 例如磨皮、瘦臉等 有時藝人的臉變歪了 還會收到用特效矯正的需求 要應付這麼多要求 專業團隊的收費自然不便宜了 貴的團隊只收一秒鐘鏡頭 就要高達一千六百元加幣 又貴又不實際 我便奉勸各位明星 減少淚鏡、加多點演技 更好 明星在街上被人認出 一點都不奇怪 不過被認錯了 每個人的反應都大不同 第一種藝人 Smile回應 Jackson 王嘉義在一次時尚活動中 準備接受媒體採訪時 畫面外有一個路人 竟然對著他大喊周杰倫 那個瞬間他笑到抬起頭 樣子呆得來又不失可愛 而內地男星吳女 亦遇過同樣烏龍事件 有次他到了成都機場 負責接機的保鏢竟然認錯人 將另一位男星宋慧龍接走了 遇到這麼離譜的事 吳女都無可奈何 第二種藝人 自我捍衛 韓國偶像金希徹 有次和少女時代的成員 韻儀一起搭同一班航班 誰知排隊上機時 現場的警衛人員 竟然將他當成韻儀的粉絲攔住他 身為宇宙大明星 竟然被當街攔路 金希徹立刻很委屈地說 我扶了他 台灣明星林志榮 都曾經被人叫錯名 他曾經參加某個綜藝節目 和媽媽一起出街賣菜 走到一個賣流海貼的店 那位老闆剛剛讚完他英俊 誰知下一秒就向街坊這樣介紹他 聽到自己的名字變成林志玲 林志榮急急脫下口罩反駁他 最尾一種藝人 反應激動 說的是內地演員陳坤 有次他下機出閘 旁邊來接機的粉絲 竟然叫他做楊坤 氣得他突然回頭大叫自己的名字 很醜 很醜 不過說完之後他忍笑的樣子 真的挺搞笑的 誰知粉絲心不是你 不是我 是他們 南韓造星工廠 在香港 SM娛樂公司 今年帶來新計劃 Remastering Project 將旗下擁有的一世代偶像MV 修復後 按順序公開 早前 SM已經率先在官方頻道 發布始祖男團HOD 在1998年推出的MV The Promise of HOT 可惜這隻MV是全動畫 看不到奧巴的樣子 不過不用失望 早幾天 SM又鋪出天團神話 在2000年推出的主打歌 Only One的重製版MV MV擁有高清4K畫質之外 連各位奧巴的六舊腹肌 都看得一清二楚 對於粉絲來說 絕對超驚喜 時間管理大師 大家應該都知道他是誰了吧 不知不緊 我們和大家簡單回顧一下事件 羅志祥和前度周陽青分手之後 被對方數臭,影像大跌 演藝之路停擺了近兩年時間 而近期他積極努力 洗底為復出做準備 還推出新歌《試下水溫》 最新作品《Trap Game》的MV 日前正式上架 想不到短短三小時 就已經累積超過四十萬人瀏覽 而MV內的羅志祥 留住一頭中長髮 勁歌熱舞 大鬆肌肉 依然有亞洲舞王的風範 雖然有很多網友質疑他的回歸 但同時也有很多人比出好評 思生活混亂,不過業務能力夠班 對於時間管理大師的復出 你又怎樣看呢? 經歷人生低潮的時候 很多人都有想過要放棄 而紅的一時的日本平成歌姬中島美嘉 曾經在演藝生涯最頂峰 患病導致失衝失聲 跌入人生的低谷 幸好他並沒有放棄 還積極面對 日前更加出現了奇蹟 他不僅恢復聽力 還為慶祝出道二十周年 重新演唱超人氣經典作品 《我也曾經想要一了百了》 這首由秋田宏 為中島美嘉度身打造的作品 完全呈現出他經歷耳疾的痛苦和心境 這次他的重新演繹《零失準》 還多了一番韻味 相信大家聽完都會受到鼓勵 天后不會向命運低頭 大家都要向他學習 加班爹,加油 想收獲更多正能量的話 不要忘記下星期五 同樣時間收看我們的節目